今天我們這一集來地獄搞破壞吧 呵呵呵呵呵 喔 嗨唷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冬瓜 歡迎來到我的Minecraft原味生存系列第 68集囉 那我們上一集不是在縣市做了 每天晚上都會幫我自動換顏色的 瘋火台嘛對不對 那我們這一集 就是要來地獄搞破壞啦 欸因為冬瓜需要地獄磚 下一集冬瓜想要做一些事情 需要一些地獄磚 所以我想要把後面那棟地獄堡壘 拆的一乾二淨 呃應該也不是拆的一乾二淨啊 這個要拆很久耶 呵呵呵呵 好我們廢話不多說馬上開始啦 裝備穿穿 然後先拿出我們的瘋火台 我要把瘋火台蓋在地獄堡壘近一點的地方 那我先把瘋火台蓋出來吧 欸最底下應該是六成六吧 沒記錯的話 呵呵呵呵呵 啊天啊 數數字真的是有點困難啊 ängtionen 好的 等一下等一下阿 L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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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喔喔喔喔還inhos 嚇死我了 不要過來 噢喔哦哦 阿喲喔喔喔 埃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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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娃 噢 1 2 3 4 5 6 7 為什麼是7格 87 唉 我真的會被這些烈焰神給氣死你知道嗎 偷偷射的捏 奇怪 剛剛明明就數6格為什麼會變7格 奇怪 喔 算數到底哪裡有問題啊 不是啊 怎麼是這樣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6神6沒錯吧 阿勒 哈哈哈 沒關係 把它孵出來 原來我少算1格啊 87 哈哈哈 好 這樣會有嗎 地獄裡面會有嗎 地獄裡面可以用瘋火台嗎 我看一下 應該是可以吧 但為什麼沒燈啊 奇怪 嗯 好 沒關係 就先給它放著吧 那我們先試著挖挖看 如果沒有瘋火台的效果的話 它會挖得多快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對 沒錯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再繼續把它激活看看吧 然後 欸 在地獄裡面不可以用瘋火台喔 欸 阿勒 原來在地獄裡面不可以用瘋火台喔 我現在才知道欸 我的媽 氣死我了 害我還把那個瘋火台拆出來 還帶那麼多東西 真的是 好啦 瘋火台跟鐵磚就放這吧 不要放在我身上 我很怕我死掉然後噴掉 哈哈哈 走囉 來猜東西囉 那這邊就給它放一排的 借福盒吧 挖出來的地獄磚就可以放在裡面了嘛 對不對 不要佔那麼多空間 我們就 去吧 把它拆一拆 嘿 把它拆一拆 那冬瓜是想要從 高處先拆啊 沒錯 從高的地方往下拆 這麼多喔 天啊 我先拆這一棟 嘿 那一棟之後再說 哈哈哈 欸 等一下有點暗 喔 這樣子亮多了亮多了 很棒 喔 第一次在地獄裡面搞破壞 哈哈哈 上一次是在哪裡搞破壞啊 喔 海底遺跡 沒錯 現世的地獄堡壘 天啊 拆一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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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邀靈骷髏欸 砍得到嗎 喔 砍到 喔 掉下去了87 哈哈哈 我很怕自己挖一挖自己掉下去 超怕 哈哈哈 太恐怖啦 地獄 不過掉下去還好啦 還有室友翹是可以飛起來嘛 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地方呢 我要放煙火 嘿 掉下去的時候隨時飛走 才不會死翹翹啊 建議來地獄的時候啊 要穿那個抗火裝 或是喝抗火藥水 你掉了岩漿裡面都不會怎麼樣喔 還可以在裡面游泳 超爽的 哇 這感覺要挖很久欸 哈哈哈 等一下挖得差不多之後 我就開始用炸的 我又要來玩TNT了對不對 而且我一直聽到凋零骷髏 哭哭哭哭哭的聲音欸 那到底在哪裡呢 等一下會不會突然跑出來嚇我 我覺得可能會喔 喔唷 嚇死我了 屋頂挖挖 全部挖掉喔 說真的好久沒有來地獄了喔 哈哈哈 然後1.13更新了之後 我真的是不知道 我的地圖怎麼辦你知道嗎 因為我的地圖已經逛超遠超遠超遠 所以我很多的地方都不會有海洋生態欸 慘了 我又要再挖一個地獄通道了 哈哈哈 到最後再請廉價勞工再幫我欸 哈哈哈 沒錯我就在說 挖好久 挖好慢 為什麼不可以在地獄用那個瘋火台啊 好奇怪喔 是因為上面有雞岩的關係嗎 它照不到燈嗎 那如果我把雞岩打通之後 然後它瘋火台可以 可以啟動嗎 知道的觀眾 請告訴我 謝謝 嗯 嗯 喔喔喔喔喔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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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站在我前面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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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那邊鬧喔 走開啦 哈哈哈 真的很恐怖欸 我想說我怎麼會有 火焰的聲音 然後這些助人啊 不知道為什麼 每次在施工或是在幹嘛的時候 他真的很喜歡往那個 玩家這邊靠你知道嗎 下去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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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鬧事 鬧事主人 真的好黑喔 有夠黑的 喔喔喔喔喔 好恐怖喔 天啊 敲敲敲 啊都吸不到 算了 把它敲掉就算了 等收集的差不多 我再開始開炸 沒錯沒錯 應該收集的蠻多了啦 沒關係 再多一點再多一點 我還拿那麼多借服幹嘛 其實收集一箱就夠了欸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再下去 耶 哈哈哈 喔唷 齁 我才露出一顆頭而已 馬上射我欸 好兇喔 喔喔唷 嗨 喔喔喔喔喔喔 等一下等一下 我一直聽到跳進骷髏的聲音欸 應該是在這吧 喔真的欸 欸 啊你怎麼不看我 過來 喔唷 吊到 吊到 吊到裡面 嚇死我了 呀 怎麼沒有掉咧 來上去 再上去 把它拆光光 把它拆光光 因為冬瓜可能 之後啦 之後可能會做凋零骷髏的 農場 刷怪塔 沒錯 所以需要很多很多的地獄磐啦 那這個方式是 比較快取得地獄磐的方式 就是直接挖地獄堡壘 那還有另外一種方式呢 等等等等 我在示範給你們看 哇喔 他竟然是游泳欸 哇 世界奇觀 世界奇觀 等一下過去看一下 欸你們有看過他在 在這邊 深層嗎 喔唷 嚇死我了 喔 喔喔喔喔喔喔喔 欸不行不行 這是我的房子啊 你不要在那邊射我 我沒有辦法反擊 可惡 在那邊鬧 rikt 有 能源 想三個人 就這樣 會 威 可以 好 回來 我要你的頭顱 頭顱 沒有 那我再挖一層 挖一層就差不多 就差不多我都可以開炸 沒錯 然後要用什麼方式來取得 地獄磚呢 除了直接破壞之外 還有一種方式 就是 地獄石拿出來 拿進去熔爐燒 喔喔喔喔喔喔喔 我還以為又壞掉了欸嚇死我了 他就變成地獄磚啊 就可以變成這個地獄磚 嘿沒錯 四個合成一個是地獄磚啊 所以除了直接破壞地獄堡壘之外 也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取得地獄磚喔 沒有錯 然後我們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先去無磚生怪塔那邊一下 唉唷弄得好 然後拿我們的火藥出來 喔對火藥超多 沒錯沒錯 想必大家都知道冬瓜要做什麼了吧 我要做超級多的TNT 哈哈哈哈 做TNT呢需要火藥還有沙子 沙子我記得我之前挖很多 嘿沒錯 這些火藥應該夠多了吧 欸把剩下火藥丟進去吧 這個是備用的 這個先不要用 因為怕沒有煙火就慘了 哈哈哈哈 走囉 再回去地獄囉 把所有TNT拿出來 還有打火石 呵呵呵呵呵 我要玩TNT了 來唷 狂放TNT的時間到來啦 來來來我先飛上去 嗚喔唷唷唷 安全降落 安全降落 那就是要 嘿狂放啦 這個不用 嘿 這個就不用省啦 直接 炸給他玩 嘿 呵呵呵呵 就給他亂放 給他亂炸 反正地獄也沒關係嘛對不對 嘿嘿嘿嘿 名符其實呢 在地獄裡面搞破壞啊對不對 你不要點火 87 噢死定了 啊 跑囉 你這個87 你點什麼火啊 掰掰囉 我真的會被利安神給氣死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哎唷我還沒放完 你就在那邊點我幹嘛啦 來唷 點囉 TNT剩44個 就不管了 直接點囉 來唷跑囉 呼呼呼 我要在這邊看 好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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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會打我 喔 你們看 已經被我炸的差不多了啦 哈哈哈哈 也沒有炸很乾淨呢 好啦好啦 那我們就來做結尾囉 好囉 那我們這一集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點下喜歡 如果還要持續追蹤我後續的動態吧 請幫我點下訂閱 還有旁邊的小鈴鐺 如果想要讓更多人看到冬瓜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冬瓜分享唷 還有什麼建議或想法的話 請在下方留言 或是直接到粉絲團視訊 我都可以唷 我一定都會看 我一定都會回覆唷 那我們這一集就到這邊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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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好了啦 你們可以去休息了啦 你們不要一直追我 呵呵